在十篇 二十四篇九道第十节告诉我们说 众城门啊 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敞开吧 好让荣耀的王进来 这位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括号里面特别有两个字 希腊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什么是希腊 就是让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 就是修子福的意思 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殿中 就是希腊 暂停你一切繁忙的工作 放下你手中一切的烦躁不安 一切的焦虑 这也是希腊 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是来仰望这位独立的神 他是荣耀的君王 祢是荣耀的君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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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拥有神之道 你是主耶稣基督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善那归于万万之王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是名才人 你是荣耀的巨王 你是和平之主 你是天地万有主宰 唯有你圣洁共赢 天使都向你归下 请拜尊重祢 因为在你拥有神之道 你是主耶稣基督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善那归于万万之王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是名才呀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善那归于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善那归于万万之王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是弥赛亚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是弥赛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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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是弥赛亚